美国博士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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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章心 欢迎收看台湾公交 日前行政业经检会公布了 自由经济使法库的来源 其中種種的幾位可能對台灣帶來富民的衝擊 上來勒工的利益、換出十分家的利益 實在令人優先 自由經濟資源區裡面所幾位國際醫療專區 偏民開放外接人數可以來副來 參與病院的經營、提供醫療的行為 就是開放外接醫療來台灣監獄 但是目前世界各國並沒有國家應遵我們的醫療可以去那裡監獄 為何我們的政府偏民要來做開放 而且他也要用外人投資的比例來給他放寬 來應遵的來聘請百分之二十的外接的醫療教護理人員來 這都是去創造我們台灣醫療人員的集合機會 另外,這個事業區的第二段來推行便宜公司法 他當便宜用公司的形態來經營 醫療所變成一種商品 一旦便宜只賺錢為目的 醫生也不在選擇製作 這樣呢,他會變成我們的醫療的幫助 基礎呢,經驗會我們幾月裡 自由經濟事業區 讓這個外接的專業人士 可以用偽認交承認的方式來提供服務 當時開放中國的服務業來到事業區裡面 服務業的內容 除了勘合到國際安全的醫院 中國的服務業都可以來經營 這定義是將我們的事業區裡面的十一大行股禄 甚至工程的幾月、教育、特技、文書、物流等 雖然,教國家安全雖然不直接關閉 但是,相當重要的服務業 最怕都會給中國人來控制條 相當的嚴重時 自由經濟事業區的第二階段 來開放給國管市的申請 到時候,中國的服務業 來整個台灣都是 政府這樣大方的開放外接的白領 對台灣白領的勞工 衝擊非常大 尤其是我們的高校力的白領的勞工 對政府不說白的地方 為了吸引外資 自由經濟事業區 還提出一些減稅的郵費 讓這些島主人、島主企業、國人 享受特別的租稅、租稅的郵費 但是,這個租稅的郵費 破壞了一般人對這個稅的負擔 是公平的分配的想法 也沒有公平 香港的嚴重 他會讓我們國庫的稅收 大大來檢查 還會去做成說 事業區裡面 跟事業區外面 沒有公平的競爭 對台灣本地的人民 跟企業的人民 都非常沒有公平 馬政府得出標示 自由經濟事業區是為了買 所以,讓我們台灣可以叫美國、日本 來簽FTA加進TPP 雖然区域的政策很重要 我們要好好來面對 但是,沒有那個說 談判都不會開始 我們要先開放 我們要先降水 將來八年後 我們要用什麼去叫我們談判 這實在,讓我們很優心 政府應該要結局停止整個月 今天說到這裡 感謝各位的收看 我們再會